师父每日佛言佛语 承住坏空 同样是人 有些人看别人总是觉得讨厌 因为他的心中充满着各种杂念和嗔恨 有些人看别人很嫉妒 因为他心中有嫉妒心 有些人看人总是很烦 那是因为他们的烦恼心在作怪 如果用学佛人的眼光看世界 一切都只是因缘俱合 真正有修的人看人间 看到所有的名利 一切到最后都是空 都是无常变换 无常世界要看破 得失随缘不惹祸 无中生有有中无 一切尽在变化中 常思挤过大忏悔 学佛念经 佛心归 世间的万事万物 其实是上演这一幕幕 其实是上演这一幕幕 一场非常好 下半场就没戏了 有的演员从头到底都演 那也只是主角而已 但是到最后总是都要散场 所以用佛法看世界 世界也只是因缘俱合而成 所产生的总总有有 当因缘灭度 结果必然是空 繁花似锦红尘路 就像演戏一幕幕 人是导演管剧物 演完鞠躬要谢幕 其实缘分这两个字 才是剧情的串联点 在这个世界中 无缘不来 无缘不惧 一切都是缘分 人生就像一朵花 它会承住坏空 人生又像大海里的一朵浪花 看似漂亮 最后归入到大海 人间的一切都是虚幻无常的 所以我们人类所看到的 听到的 想到的 和我们经历过的一切 有情和无情世界 其实都是因缘变换 聚合现象而已 因为有 才会没有 所以佛法称为无常 没有自信 只有我们内心的佛性 那才是永恒不变的 什么叫失落 以为失去了 心情变得低落 无论你在哪里 或是不管你今天 拥有什么样的生命形态 都逃不过 佛法所说的 成住坏空 其实 灵魂会命 永远都不会空 而且是永远存在的 那才是我们最宝贵 最真实的宝藏 它可以生生世世 流传不息 那是我们的会命 不生不灭 不增不减 那才是永恒不变的生命 空有无常 变幻故 看破红尘 开悟故 悲欢离合 缘分故 苦乐无常 因果故 首戒能挡灾 首戒无是非 首戒可宵夜 首戒受尊敬 首戒防火强 首戒能吉祥 各位 永远 注定 不甲 那个 全 无 更 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